- 升降局部陣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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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捍衛消費權益 - 我是好方方總編 - 也是本節目的製作人 - 楊清亮 - 大家好 我是亮志航 - 歡迎各位收看 - 買房賣房 真相大追擊 - 賬 - 有位高先生 - 因為平常很少跟父親聯絡 - 前陣子才從輸出口中得知父親過世 - 並留下大筆債務的消息 - 所以不清楚父親財務狀況的高先生 - 為了避免日後可能要幫父親還債 - 就在得知消息後去辦理了拋棄繼承 - 只是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 - 父親的委任律師卻來告訴他 - 他父親的剩餘財產扣除債務之後 - 還有將近五百萬 - 但因為他已經辦理拋棄繼承了 - 所以會有下一個順位的繼承人 - 也就是他的叔叔繼承 - 這張高先生聽到之後後悔不已 - 長 辦理拋棄繼承以後 - 就無法撤回了嗎 - 基本上來說是這樣的 - 所謂拋棄繼承指的是 - 由繼承權的人 - 因法定方式做出 - 否認繼承效力的意思表示 - 也就是完全放棄繼承權 - 包括被繼承人的資產和負債 - 全部都不要了 - 也因拋棄繼承 - 是無相對人的單獨行為 - 繼承人向法院辦理拋棄繼承後 - 就發生拋棄繼承的法律效力 - 所以也沒辦法撤回 - 可是高先生是因為叔叔的說辭 - 才會認為父親的負債是大於資產 - 因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- 這樣子仍然沒有辦法撤回嗎 - 除非高先生能證明他的叔叔 - 是使用詐欺、脅迫等手段 - 來讓他去辦理這個拋棄繼承 - 否則就算因為叔叔的說辭 - 高先生其實也可以在得知父親過世的消息後 - 去國稅局申請父親的遺產清測 - 來查證 - 所以沒辦法撤回 - 但一旦辦理拋棄繼承 - 繼承人就是拋棄了一切的權利了嗎 - 拋棄繼承雖然拋棄了繼承人 - 跟被繼承人的所有財產、債權、還有債務 - 但不代表放棄全部的權利 - 有三種權利是被繼承人拋棄繼承後 - 能依然擁有的喔 - 第一種犯罪被害的補償金 - 遺俗補償金的請求權 - 第二種因為汽車交通事故死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 - 或是特別補償基金的補償請求權 - 第三種勞工因為職業災害而致死亡的 - 傷賬費還有遺族補償金 - 這些權利不會因為繼承人拋棄繼承而受到影響 - 假如高先生為了避免日後才發現有遺產的尷尬情況 - 而沒有辦理拋棄 - 結果父親負債真的大於資產的話 - 高先生也要一併繼承債務幫父親還債嗎 - 這倒不用 - 因為我國民法已經改成全面限定繼承 - 如果沒有特別申請 - 餘律採用限定繼承 - 限定繼承又是什麼 - 所謂限定繼承指的是 - 對債務繼承全面採限定責任為原則 - 就是說當債務大於繼承的財產時 - 償還的最高金額為繼承財產的金額 - 其他的債務就不用再負擔了 - 我舉個例子來說 - 假如高先生父親遺產有五百萬 - 但負債的單比有一千萬 - 那高先生在繼承之後 - 只需用父親遺產的五百萬償還就好 - 不需要再拿自己的錢來償還其他的債務 - 假如遺產有五百萬 - 但卻有多位債主共一千萬的負債 - 也是只需要償還遺產的五百萬嗎 - 沒錯喔 - 如果遺產有五百萬 - 但負債多比共一千萬 - 高先生繼承後 - 只需要依照比例償還個別的債務 - 最高當然也是償還五百萬 - 同樣不用擔心需要拿自己的錢去償還其他的債務 - 既然是這樣為何還需要特別去辦理拋棄繼承呢 - 這是因為如果採用限定繼承的話 - 法院為了掌握被繼承人的財務狀況 - 繼承人要在知道自己可以繼承的三個月內 - 向法院承保遺產清澈 - 這樣如果被繼承人有欠債 - 法院也會要求債權人在催告三個月內提出 - 避免繼承人繼承之後 - 天外飛來一筆債務的狀況發生 - 而拋棄繼承就沒有這道手續 - 只需要書面通知法院 - 及其他順位的繼承人就好 - 所以如果判斷負債大於資產 - 為了省麻煩 - 就會直接使用拋棄繼承 - 那看來要選用哪種繼承方式 - 真的要好好考慮了 - 以免不小心把自己的權益給拋棄了 - 是啊 拋棄繼承 限定繼承 - 各有好壞 - 一定要評估自身的家庭狀況再做選擇 - 這就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- 挖掘深深真相 - 捍衛消費權益 - 若你買房賣房交易有糾紛 - 請讓好房網新聞義務律師團來幫你 - 沒錯 - 有買房賣房的交易糾紛 - 可以點選影片資訊欄的爆料專線連結 - 或是畫面的QR Code - 聯絡我們QR Code在這裡 -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- 也歡迎您在下方留言喔 - 身上技術陣營 - 捍衛消費權益 - 真相大追集 - 我們下次見 - 喜歡我們的影片 -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-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- 好房網YouTube頻道 - 影片新上架就能夠收到通知喔 - 製作是蜴套 - 製作是蜴套 - 製作為蜴套 - 製作為蜴套